路加福音 22章 31 32节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施的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西门西门 耶稣严肃地向他的门徒说话 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 两大永恒的势力正为人类的灵魂展开一场生死战 撒旦想要得着 耶稣祈求 彼得被塞 每一个人都要被塞 因为康比必须清除出来 轻的 没有价值的必须从好的麦子中分别出来 撒旦想要败坏人的灵魂 耶稣则要拯救那些宝贵的灵魂 因此他为那些被塞的人祈求 人并非常常被塞 但有被试炼的特别的时候 时间的长短则以神认为必要的原则 绝不会过久 绝不会过于必要 跟着灵魂就从试炼中得着了释放 你回头以后 这是塞的目的 受试炼的人要再次回头 生生地真正地回头 康比必须除去 在试炼过后的一个新人出现 他可以兼顾他的弟兄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我是威廉 希望这段经文成为你的帮助 兼顾你的弟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